這個鞋子是這個 對對 民進黨立委姚文志 上午起了個大早 來到華山文創園區 參觀網路插畫家特展 積極爭取民進黨台北市提名的他 也持續宣傳政策 水岸跟舊鐵道 那其實這是台北市很重要的 文創跟新創的聚落 那台北市應該很有機會 可以真正成為結合 這個時尚 工藝 美學 藝術 各方面人才匯集的重鎮 不過話鋒一轉 談到未來的對手國民黨 最近頻頻有消息傳出 不僅前台北市副市長邱文翔 即將宣布參選 就連國民黨前主席洪救助 也被拱上檯面 想要發揮母雞帶小雞的效果 對此姚文志強調 多人競爭樂觀其成 我覺得檢驗這些人的標準 就是說你對這個城市 到底有沒有想法 要的話非常的大大方方 讓光明磊落講出你的看法 然後我們在整個都市的發展方向上 大家共同來辯論 國民黨人選喬布隆 反觀自家民進黨內部 不僅與柯文哲關係未明 黨內大佬前台南縣長蘇煥志 開了第一槍退黨參選 姚文志也強調 黨中央應該加速初選機制 在蘇縣長推選之後 這個機制已經沒辦法推遲 那應該加速討論 然後整合出一個 大家共同接受的方向 然後推出民進黨的候選人 年底選戰在即首都台北市 成為兵家比爭之地 國民黨內各方人馬 都跳出來爭取提名 民進黨則還在為了 要理讓柯文哲還是自推人選 傷透腦筋 一場選戰考驗著 藍綠兩黨的政治算計 華語新聞 林志鵬丁上城 台北報導